大家好,我是產品經理芭比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直播的Solution 我們叫DZ2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畫面 畫面大家看起來 它是一個360的直播室 這是我們一個直播的直播 那我們的導播 跟360做一個DEMO 就是我們TEMRA做一個DEMO 那就是地交寶 其實它是我們介紹電容 它透過我們的XD 寫單的操作之後 然後畫面直播之後 我們可以做一個搭配 直接選擇 然後收拾到TEMRA上面 然後就可以把它透過直播透過 這樣去接觸 這就是大家在TEMRA上面 第一次看到的 那像我剛剛有發問 我要發問一下 因為我自己人在做直播 那因為我剛剛有看到 你們有用SPLAYSPLAY 我也有用OBS 你們就有資源 所以它意思應該是說 你們的OBS跟SPLAYSPLAY 先直播到你們的NAS上面去 然後如果我要用Youtube直播 或是Facebook直播 QNAP能再往後 幫我送到Youtube跟Facebook 它其實可以當成一個中介點的角色 那你也可以當成主要的Stream Server 去給你自己的使用 那這樣我是不是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我做直播的時候 沒有辦法存高畫質的檔案 沒錯對 其實我們NAS最重要就是Storage跟內容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 你直播完 如果你是要很高潛 那你需要備份在哪裡 還備份到雲章嗎 你就可以直接備份到雲章 那我們在CLIENT管 我們有很多新的UI的影片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先看它 它是一個很彈性化的一個界面 所以可以很方便的 做到各種交通啦 現在要及時了 大家有看到它 沒有啊 可能不要忘記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語言的部分 好 大家可以這次 再組織一個 攤屏的部分 因為它每個攤屏都可以很方便 就是沒有Delay的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可以及時了 那 我們現在是 在看Live的部分 這個影響 那如果我們要看Playback呢 就很方便 這個點選 它這個 時間轉 就它已經變成是 過學時間 那 沒有你這樣放這一圈 那如果我們想要把所有的圈 都是在下面的 這個 回放的時間 然後我們在Apple Magazine 那所有的圈套 就一起活到 這個秒看的時間 真的非常好 嗨 大家好 我是Nina 那我們這區主要是介紹 用家的檔案總法理方案 就幫助一些上班族 辦公室時候 去解決一些繁瑣的 一些Drop 讓我們的 軟體來幫助你完成 那就可以提到你一些工作的生產力 去做一些更有Value的工作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我們的界面 這是我們的檔案管理界面 那它有別於其他的界面呢 它可以幫助你把所有的 Sorry 把所有的 任何的雲端主存裝置 或是你的電腦 或是你的外接疊 都透過我們提供的Protocol 都掛載到我們的Value Station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我手機只要用USB Pro插進來 那在這邊 手機內的檔案 就可以呈現在這邊了 那這個S5MB連線是掛載我們 另外一台納子的資料 所以你有很多個主存裝置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Value Station 掛載進來 然後用一個界面管理所有的檔案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搜尋引擎 那其實對很多檔案的人來說 裝公提供檔名的搜尋 或是檔案大小 修改日期其實是不夠的 那這個搜尋引擎 除了檔名之外 更支援全文檢索的功能 還有像Google一樣的進階搜尋panel 幫你更精細的指定所有的關鍵值 除此之外呢 其實對一些人來說 相片、影片、音樂等等 他其實他的檔名不是那麼的好記得的 所以我們提供了各式各樣的篩選條件 幫助你快速的去搜尋出你需要的照片檔案 我們更提供一個更智能的功能是 幫你辨識照片的顏色 如果你記得這個照片是一個咖啡色的背景 那其實透過這個Filter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下旋出所有的照片 再來的話 我們另外一個智能的應用 是我們的自動歸檔軟體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資料夾 那整理的方式可能是用影片 或是一些拍攝日期 但是如果你的朋友想要叫你匯出一些檔案給他 並且你進行某些檔案的話 你是不是就要手動的一個一個去挑出來 那其實透過這個自動歸檔軟體 你就可以幫助你自動化完成這個Drop 你只需要指定你的來源端 你的土地端 然後設計你想要調整出來的檔案 比如說我只要這個資料夾的圖片 並且重新的用這個拍攝日期去重新排列好 然後只需要這個檔案裡面的文件類型檔案 然後用文件之後去排列好 然後在最後一個步驟 你可以稍微預覽一下 規檔後資料夾接工 然後我看到這個Drop之後 QBON就會幫助你資料夾檔 這是Qnever Marketing的問題 好我先發問一個第一個問題 因為這邊比較專業一點問題 因為這裡有含備份功能 但是我非常好奇是為什麼 這邊連VM就虛擬機器的備份也把它放在一起 這是我們最新跟一個VM備份的公司 叫做Nakibo合作的 那我們之所以特別跟它合作 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非常精神的VM的備份方案 那我們當然有很多的文件備份 還有各式各樣Local段 然後Remote段的備份 那我們今天這一次呢 這個Nakibo就是特別給VM的備份 那過去我們企業有很多虛擬機器 它備份工作很長 要揚帶一些專業的備份軟體 那它就非常的貴 那我們現在跟這個Nakibo合作之後 它提供一個比較精神的備份方案 那它雖然比較精神 但是它的效能不會比較差 它的功能也不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把它整理到我們的MV Center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是 你可以直接在我們MV Center下載到Nakibo 那我接下來就用這個頁面來看一下 這個Nakibo它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做VMware Hyper-V 然後Microsoft的VMware跟AWS的備份 然後距離機都可以做備份 視訊陪伴的功能 那那是就在我們處理機器人 對 處理機器人 然後資源上可以跟家人對話 並在跟家人對話的時候 它可以用語音辨識 PRO-OUT或是PRO-IN 然後可以同時有四個人上線 然後這個PRO-OUT PRO-IN的話 可是也是免費的 而且有一個重點是 你家人如果是老人跟小孩的話 你不用接聽 它是HOTO ANS 所以基本上你打回去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聊天 然後就可以跟他視訓對話 對 有人科技黨完全沒有接通 OK Coder 對這邊 它是VIP的 它還沒有電話卡的 沒有電話卡的 VIP 對 這個其實像想想的 像說如果買 如果像說 家裡或有老子 或是 你不像放 不如現在遠地 其實跟家裡做事情 它會轉耶 它是遠端控制 哦 遠端控制 可以一點 OK 一個是說人家有空出 一個是有空的空出 對 那因為它可能人家不方便 坐在椅子上 你穿過之後 你就可以自動去空出 然後去找到 所以 情境上可能是放在老家的 客廳的角落這樣 對 這樣可能比較畫面 或者是說我們常常出差出口 那你小朋友都在家裡 設定可以隨時手機拿下 就可以跟他 因為你要小朋友去按個鈕 時候要接通也不是很容易 我們有Follow QNAP的消息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QNAP的傳奇機種就是 Sunderbolt機種 那我們今天這次又把Sunderbolt機種 一次排開 由我們這次的1282T3 所以我們從去年的T2 就是Sunderbolt2 現在已經進化到Sunderbolt3的機種 那同時呢 我們也有做一個就是 縮小版的 它是差2.5吋的SSD或HDD的 可以全部買一T的SSD 除了裝滿 就享受最快速 跟荷包破產的快感 哈哈 所以 然後同時呢 我們還提供一個就是 53BT 這次53B是一個相對比較 可負擔的機種 然後呢這個是53B 53B跟53BT就是差一個Sunderbolt 53B一直也是 QNAP最熱銷的機種 就是過去的53 53Pro 然後到現在 53B 那這個機器呢 是QNAP首次使用華蓋式的設計 然後它有OLED的觸控的按鍵 然後 所以它裡面的機構是全新設計的 然後我們希望它就是一個 QNAP目前最美型的一個機器 那同時它支援的一個是 就是我們QNAP自己做的M.2 SSD跟TENKEY的卡 那這裡面呢 就是同時你可以享用M.2 SSD還有TENKEY 像我們以前呢過去比如說 有時候效能是卡在硬碟 有時候效能是卡在速度 那你插了這張卡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做到 所以今天卡是給你機器用的 對 所以也是我們自己做的卡 那這台呢就是我們的怪獸機種 就是1685 遺用處理器 遺用處理器的 就是我們發現呢 有一些 現在開始有一些企業它可能沒有機房 它可能 但是它又很需要很高效能 運算效能跟大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特別為了這樣的客戶呢 做了一個就是 這麼巨型 然後效能又這麼強大的機種 就是我們的1685 那這台呢在國外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套 好 那這就是我們QNAP這一次的展出的新品